大家今天说一下发财树 发财树修剪后为什么不长芽 最近就有那么几位花友发信息问我说 自己家里的发财树经过了修剪之后 大概有一个星期了 它还没有长出新芽的迹象 发财树修剪后 第一步就是把这个检口给它堵抹一些 预和制压或者是多精灵 然后就是放到一个阴阳通风散射光的环境下 养护是比较合适的 不要给它长时间暴晒 也不要给它浇水淋浴 这样对它这个检口预和是比较不利的 大概等到过了许多天就 它就慢慢的长新芽的了 同时长新芽的时候 最好别忘了给它补肥 补肥的话最好补一点 含有有脂质蛋白质 腐菌酸比较多的这种 微生物有脂质是比较合适的 里面有一些含有有脂质 占到大概一半左右的 所以比较适合这种官业植物使用 是比较合适的 有很多话要说 尿素还有复合肥 何不合适 其实在它这个长芽 今天最好不要使用这两种肥料 给它试用 因为它会出现一个伤根伤苗 还有陶着这个新芽不生长的迹象的 所以就使用这个有脂肥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家里有鸡分或者是羊分的话 是比较的合适的 经过一个发酵之后 让它吸用是比较合适的 就让它生长的更加的旺盛 所以朋友们 你家里的发财树经过修剪之后 就是这样处理就可以了 后期它就会慢慢的长牙的了 就不用担心它不生长了 所以今天就以我的方法跟大家讲的就是 发财树修剪后 如何让它快速的长牙的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了下期再见